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缠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生多少事最好就是一笑而过 抬头是底气,低头是勇气,各有千秋 谁活着都不容易 若能低头前行买豆腐干 还能笑着擦一把汗水 几滴泪水就不容易 低头是委屈,也是委屈之后的心血 更是一种格局 向卑微的人低头,自己才会高贵 每个人前期总会不那么尽如人意 但眼光长远的人从来不会计较 这眼前的德与失 而是低头保护自己 这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智慧 未出谋更是难得的品质 生活中总是需要我们去提前思考 就像一根皮筋伸缩自如 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够生存下来 战国初年 卫文侯继承了卫士家族的领袖位置 当时卫士都要听命于晋国 有一天 卫文侯乘坐马车外出 路过隐士 段干木居住的街道 他赶紧让车夫放慢速度 并做出尊重的姿势 车夫问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卫文侯说 段干木的德行在我之上 精神上比我更加的富贵 后来 卫文侯邀请段干木做国相 却遭到了拒绝 即便如此 卫文侯仍旧以礼相待 常常去请教 再后来 卫士从晋国分裂出来 成立了卫国 卫文侯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脾脂不存 保腔 烟腹 一个人不管多厉害 位置有多高 如果比自己低一等的人不支持 那就会摔下来 高处的人和低处的人 其实是皮毛的关系 谁都离不开水 一个人的高贵 其实是被别人的追捧 点赞 举赞的结果 要想得到别人的追捧 就要自己主动降低姿态 多做接地气的事情 多理先下事 爱莲说理事也道 出瘾泥而不然 灼心脸而不要 当我们赞美莲花的时候 还应该看到被连夜 遮挡的淤泥 若是没有了淤泥 莲花也会枯萎 失去了本有的高位 要记住 你的位置越高 越要笑着低头 问候那些比自己位置低的人 二 像愚蠢的人低头 生活才会通透 前段时间 我和一位警察朋友 在一起吃饭 发现饭店门口 有人因为停车的问题 发生了争执 仿佛要和对方动手 我看到后 劝朋友上前管一管 没想到他文如泰山 当做什么也没发生的吃饭 我非常好奇 问他为什么不管管 他向我解释 门口那两拨人 肯定打不起来 因为他们看样子 都是中年人 做事不会太冲动 知道真的打起来 对于哪一方都没有好处 反倒显得自己 十分的愚蠢 难看 果然 他们争执了 也不一会儿就散了 朋友几句跟我说 之前他处理的斗腕家 都是年轻人居多 很少有岁数大的 说得好听一点 是脾气大 不过是因为 有的年轻人仗着 自己年轻 不讲理 用暴力解决问题 说一两句 就气得不行 直接大打出手 所以 不要和这样的人 发生矛盾 他们不会听任何道理 只会使用暴力 和这样的人接触 除了给自己带来麻烦 没有任何意义 真正聪明的人 是大致若愚的 不仅自己装糊涂 还会向愚蠢的人 点头微笑 表示友好 毕竟 和愚蠢的人争执 是毫无意义的 战独时期的军 史家吴起 费尽全力帮助 卫文侯 收住西河军 新军多次来犯 都被击退了 卫武后身边的 大臣王挫 丹起 乌起取代了自己的位置 就故意诽谤他 魏武后不分轻轰造白 要召乌起回宫 予以责备 乌起赶着马车 离开了西河军 去了楚国 之后 他被楚昭王 任命为另一 有这样一句话 跟着苍蝇 你会找到垃圾 跟着蜜蜂 你会看到花朵 遇到愚蠢的人 你不要和他争论 纠缠 笑着离开就好 就算对方捉弄你 笑话你 诽谤你 都没有关系 做人 很多时候要学习 唐伯虎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三 向善良的人低头 人生才会有光 有人说人性本善 还有人说人性本恶 不管如何争辩 我们都始终站在善良的一面 毕竟因为善良 我们才感知到了社会的温暖 人间才值得留恋 遇到善良的人 我们要点赞 如果自己犯错了 要接受别人的善意和责备 春秋时 孙说傲 做了楚国的令仪 满朝官员 地方群众都来祝贺 一个老人披骂带笑 哭着走到人群中 说当了大官 老百姓就会离开他 有了权力 国君就会厌恶他 有了钱就有了贪欲 请记住 谦虚 谨慎 连警 孙说傲低着头说 慎善 谨记之 三国时期的名人诸葛亮 如此评价 西孙说傲成马三年 不知赤度 撑起嫌疑 保持自己的善意 接受别人的善意 传递人间的善良 这样做的话 人生就会有光芒 就算是一盆脏水泡到身上 也不会让自己暗淡 这个世界都会为善良喝彩 最大的善是细无声地去助人 照顾受住者的自尊心 同时避免对方对你产生欠负感 你要相信你的言行会得到回报 最后的回报是 对方也许会改变自己 将这种感恩再转移给别人 终有一天 善也将会循环到你身上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善行既得吧 落奖获得者修女 特雷莎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让我印象十分深刻 一次他在给穷人分发救济粮食时 他请了一个得到粮食的穷人 帮他把一袋粮食送给他的邻居 过后特雷莎身边人问 您为何自己不去让他去 特雷莎回答说 我想让他享受一个行善的机会 他会很开心 原来行善自己会很开心 善行还可以传染 它可以改变自己 别人 整个世界 四 向贪婪的自己低头 内心才会富足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过上 腰缠万贯的日子 住在高楼开着好车 可是一个人拥有的东西太多 反而闷闷不乐 就像一辆马车 一直在负重前行 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一个商人赚了不少钱 但是生意遇到了瓶颈 一筹莫展 他向一位智者求教 智者拿出一根筷子 说折断它 咔嚓一声 筷子就断了 智者拿出一把筷子 说再来 商人使出浑身的筋 筷子也无动于衷 智者笑着说 你能驾驭的 也就是一根筷子而已 显然 我们能住的房屋 也就是一件 能开的车 也就一台 真心的爱人 也就一个 贪婪的东西 都是多余的 也是注定无法得到的 所谓富贵 其实是内心的丰富 精神的饱满 灵魂的安静 一所预言里面写到 有些人因为贪婪 想得到更多的东西 却把现在所有的也失掉了 人这一生 每得到一样东西 就会失去一样东西 因此聪明的人 不会拼命去得到 而是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 所有的不动生死的低头 都会成全更优秀的自己 古人说 平生不做圆软胎 此是丈夫 而能软 而不失刚方之气 此是大丈夫 一个人聪明过头了 就会自高自大 从此自己被傲气束缚 人生路越走越小 常常低头待人谦卑 所以内心会有微笑 前行的时候会很舒心 一个人真正变强大 是从笑着低头开始的 每一次低头都会看清楚自己 也会洞察到别人的真实意图 低头走路 稳健 低头认错 大度 低头微笑 从容 做人 无需着耳不群 而是 虚幻弱骨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 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 永远 不会孤单 不会孤单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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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